你好 欢迎收看12月9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卫福部111年台湾健康城市即高龄友善城市奖 评和结果出炉 台东县政府得奖率100% 四项入围统统都得奖 包含国际处研发的县证APP和无线上网服务 还有文化处的艺术下乡行动 一季金风香和盐平香卫生所 因地质疑的高龄友善服务都备受肯定 台上歌星载歌载舞台下观众拍手欢呼 在台东演唱会布局是年轻人的主场 老中青三代都能在各自的年龄层享受艺术表演 而这正是台东县文化处积极发展的全林艺文 透过艺术下乡活化长者身心灵发展 成功以台东歌庭秀音乐唱不停 荣获高龄友善城市奖创新奖 推广这个活动能够让更多的长者 能够有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 我们也很感谢台东县各地的地方 都很支持我们艺术下乡这个政策 能够让艺术品权在台东能够实现 让艺术陪老人家一起共同 台东县境内走到哪 几乎都可以看见五线网络设备 提供超过500处热点 让游客民众免费上网不断线 不仅如此台东县国际处还开发TT Push 宪政APP 让民众一击在手就能掌握台东大小市 运用科技打造智慧城市 获得健康城市奖任性与创新奖的肯定 在任性创新的主题上 那我们看到部分的县市 面对到自己不同的这个课题跟挑战 提出了一些创新的作用 包含结合了一些资讯的技术 包含结合了一些资料库跨领域的合作 另外金峰巷卫生所 以及研平巷卫生所 也分别以在地资源温泉结合水疗活动 获得高龄友善城市奖创新奖 以及推动融入在地健康照护安全防护模式 互办健康城市奖健康平等奖 卫福部111年台湾健康城市 既高龄友善城市奖 台东县四项入围统统获奖 得奖率百分之百 也成为各县市学习的典范 进行下站会台东自宏报道